很多去过米兰的人都说 米兰不大 正是这个小小的地方 却承载着许多时间沉淀后的味道 今天跟随胡哥的脚步 去往你没有注意到的米兰小角落 大家好我是胡哥 我现在在米兰 You are what you wear 对男士来说 穿着一套合适的西装 可以瞬间将魅力值翻倍 我觉得一个人 他对于服装的选择 也体现了他的生活的品位 体现了他的人生的态度 如果说高跟鞋是女人的魔法 那么西装就是男人的盔甲 剪裁面料印花等一切元素 在意大利匠人的手中 都可以做到极致 我觉得可能年轻人 比较会去在意剪裁 然后等到你上了一定年纪以后 你可能会把锯利放在面料上 因为剪裁是给别人看 但是面料是自己感受的 今天非常的有意思 我来到了一家很别致的古董店 此时此刻我只身在这里感觉时空穿越了 喜欢旧事物的人都有一些故事 在这个小空间里放着各样的旧物 每个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 若是你真的想读懂他们 还是要在这里多停留一会儿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我们家还有一个带转盘的电话 据我所知呢 其实这家店里面 大部分的古董 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听一下这里面的唱片 这里有一个造型非常奇特的装置 它是用来烫头发的 大概是这样的 应该不是这样 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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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外表古旧的古董放在这里 有些还真让人摸不着头脑 很难想象以前的人是如何使用它们的 它们操作起来也许繁琐 也许笨拙 但正是这一份原始的质朴 一直感动着来这里观赏的游客 也许这就是古董的魅力 其实这家店里面最多的古董是打字机 这个触版非常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用打字机来打字的话 是需要更用力一些 而且你的每一次的敲击 这个键盘的这个力度 会直接影响到你的这个墨 在这个纸上的颜色的深情 古董的价值并不在于物件本身 而是它沉寂着的无数历史 文化和社会信息 这是现代科技造作的工艺品 无法取代 无法复制的 以史为尽 往往会给人以意外的启迪 这一台机器非常非常特别 我觉得是这家店里面 最值得大家关注的一点古董 它是二战的时候 德军使用了一台密码机 看到它 我觉得我们还是期许世界和平 不要有战争 不要有上海 不要有仇恨 不要有杀戮 哈喽 我们现在呢 是来到了米兰 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 当我们刚刚步入 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以为 这家餐厅可能有上百年的历史 但其实呢 它只开了十年 欧式暖光吊灯 仿古红木家具 高大的书架 古旧的书籍 走进这家餐厅 整个人的节奏都慢了下来 心灵也会逐渐变得平静 下午来到这里 点一杯咖啡 慢慢地 挑一本你喜欢的书 慢慢地阅读 也是不错的选择 之前工作很忙 然后每天的时间都排得很紧 然后在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 变得很多 我觉得对我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我在享受的同时 我也很珍惜 因为可以说是居然四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这种瓶颈和慢节奏的生活 就会被打破 意大利有众多美食 火腿便是其中之一 其中帕尔玛生火腿 口感于各种火腿中最为柔软 许多意大利餐厅还会把切火腿 作为一种精彩的表演 十分有趣 其实每次来意大利最想尝试的美食就是火腿 看来这家餐厅的火腿是他们的正殿之宝 现在就让我们去尝尝它 刚才这盘火腿端上了一叉那 它的这个香气就扑面而来 可惜你们闻不到 我们再看一下它的这个切的这个火腿的厚度 真的很薄 是可以透光的 就像一张纸一样 再仔细看的话 我们透过这个这个光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火腿的纹理 这个肌理非常的均匀 我今天说太多废话了 我有点饿了 那我就开吃了 不好意思 今天我们和胡歌一起领略了意大利西装的别致 体会了古董身上厚重的历史感 还品尝了极富盛名的意大利生活腿 今天的米兰远离了喧嚣与繁华 经过时间的沉淀 呈现出了不一样的韵味 这不是英文打字机 为什么会打算这样 掉链子 可以看到我的背后有一面很大的书架 看不懂意大利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